崔氏这一辈 我是家族正宗 唯一一个女孩 余下的 大毒夭折于强宝石 因家族全世正盛 我尚未出生 就被指负给了太子 今日是小娘子的生辰 宫里都送来了礼物 一会可要记得 收了礼物 堆给宫里来的人赏钱 知道了 阿爹 阿爹你回来了吗 阿爹 阿爹呢 阿娘 该去演习了 阿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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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ody 三娘子 郑主 她仍不肯走 还想再见女儿一面 阿爹呢 不来了 二娘不是说 今日阿爹 会来生辰宴吗 你阿爹他 不在府内 那倒是 等十一输睡后 你带她去见十一一面 不可再拖延 今夜他必须走 七郎父母兄弟都不在了 这会儿又病了 此时让他离开翠家 你让我如何忍心 若不是陛下 念我辅佐两代帝王 让你们合力 如今你和十一早就被牵连 三娘 你怎么还不清醒 可他是我的夫君 他是无辜的 姐姐 他们得罪的是高皇后 那可是掌握半壁江山的高家呀 你要是狠不下心 不只是你们母女 牵连的是整个崔氏 可我是大妻子 你更是崔家三娘 你该保护的 不是一个夫君 而是崔氏 是阿爹亏欠了你 知道亏欠我 那今晚就哄我睡吧 你也知道 阿爹的病还没好 十一不懂事 阿爹勿怪 快去歇息 早点也好病 阿九已经答应我 等雪停了 就带我去看狩链 到时阿爹也能一起去了 先躺下 睡觉 嗯 我命人寻了个地方 你且藏一栋 你且藏一栋 小人的罪臣之词 我命人寻了个地方 能得着夫妻缘分 我已无憾 齐郎 三娘子 自住 齐郎 三娘子身子贵重 雪夜风寒 快回去吧 此时 不见了 不见了 阿娘 我去给阿爹请安 十一 十一 阿爹 阿爹 阿爹呢 十一 娘 阿爹呢 太子月说要回来歇息 可为何不在房内 阿爹呢 十一 你阿爹他 你阿爹走了 离开清禾郡了 他不要你了 但你别怕 你还有阿娘和阿舅 你还是崔氏之女 不会有任何变化 你啊 从今以后 在这里 在清禾郡 在崔府 不会再有人提到你阿爹 你也不能提 十一 十一 阿爹曾说 我出生那日大雪漫天 后来每逢生辰 他都遗憾没有下雪 在我十岁生辰那日 久违的雪终于来了 却从我身边带走了他 十一 十一 这都用针半年了 十一怎么还不会说话 小人无能 你是无能 只是苦了我女儿